需不提问佛 世尊 云和住 云和降伏其心 学佛最困难的 就是把心里的思虑 烦恼控制住 这个心住不下去 一边念阿弥陀佛 一边心想 哎呀 那个老王还欠我一万块钱 阿弥陀佛怎么办 此心如何住 这许多的烦恼怎么控制住 是个大问题 有个笑话 有个老太太一天到晚念经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她的儿子很烦 有一次呢 老太太在念经的时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她的儿子说 妈 她儿子不说话了 然后老太太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念 她儿子又教了一句 妈 老太太又提醒了 问什么事 她又不说话了 然后呢老太太又在念 她儿子又教了一句 妈 老太太烦了 你什么毛病 她儿子说 我还是你儿子 教了你三生妈 你就烦了 你天天这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不烦死了才怪的 听起来是个笑话 但是它的意义呢 很深刻 佛法羞耻的方法很多 但总结起来呢 其实只有一个 就是直与观 使人的思想专一停在一个点上 就是邱陀佛 相远的 involved 和schein 尼� moon